第二百五十一章,杨岚的追求者,韩谦,韩谦,汉,谦,连续三声不同声调的呼喊,让韩谦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,一脸迷茫地看着车外敲着车窗的女人,坐起身揉着眼睛,打开车门,拦散道,咋了杨姐,你在这里干什么呀,睡觉啊。 这回答,把杨岚背弃的脸都清了,抬起双手按在韩谦的脸上,带着几分宠溺的责怪道,知道你在睡觉,我下楼送文件还以为是静静回来了,结果看到你在车里睡觉,你虽然是合作的合同,但里面也明确地表示你要上班工作的,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间给燕总找麻烦啊? 哦,韩谦没睡醒,脑袋里一片江湖,杨岚也懒得再说了他了,双手抓着韩谦的胳膊脱去了食堂,找到了吃饭的几个家伙后,把韩谦按在椅子上,韩谦眯眼不睁地看着很意外地坐在这里的万芳,轻声道,万万,去给我要粪冷面。 万芳撇嘴道,我咋那么爱你呢?自己去?算了,不吃了,没什么胃口,杨姐啊,小床还在综合部吗? 韩谦真的很困,她就感觉自己没有睡过一次好觉,杨岚站在韩谦身后揉着这个弟弟的太阳穴,轻声道。 一会回去和玩玩会游戏,精神精神,刚才燕总打电话过来说刘董,李董听说了综合部的种种,对综合部都不太满意。 昨晚钱董也和我说了很多,意思是让综合部准备一个策划案之类的,堵住董事会的嘴,你啊,也尽量老实一点。 又是柳生哥,这孙子来公司整腰额子来了。 韩谦无力地点了点头,杨岚转身离开,不一会端着一碗冷面回来了,还带了一瓶红牛,桌上的众人是羡慕得不得了,或是说整个食堂的人都很羡慕。 何德何能啊,能让综合部的杨岚姐姐亲自给你去准备午饭。 尤其是刘九龙,她也装出一副很疲惫的样子,故作颓废无力道。 兰兰,我也,那你下午请假吧。 扑,杨岚的梗直让韩谦忍不住笑出了声音,瞬间就精神了,端起碗,喝了一口冷面汤,大呼真好喝,刘九龙一脸的挫败,众人哄堂大笑。 杨岚对着韩谦的后背拍了一巴掌,离开了食堂。 杨岚中午很少吃饭,虽然说没有任何谈恋爱的想法,可这身材也要去保持。 杨岚走后,韩谦突然小声问了一个问题, 哎,你们说杨姐有没有人追求啊? 除了刘富,大钱和珊珊都在摇头,刘九龙也不愿意说这个事儿,但他们也好奇,众人沉默了一分钟左右,万方开口了。 哎,看来你们对杨部长还是不够了解啊,韩绍你不要问有没有人追求杨部长,你要问有多少人在追求,杨姐的追求者是整个公司最多最多的,这么说吧,我们公关部美女很多吧。 所有女生的追求者加起来比不上杨部长,懂了? 众人就好像发现了惊人的秘密一样,韩谦瞪大了眼睛惊呼道,这么多?杨姐一个都没看上,是不是都是不行啊? 万方突然红了脸,轻声地催了韩谦一口,随后歪着头思考着开口道,嗯,我来公司比较早,那时候杨部长还不是部长呢? 公司上下追求杨部长的主管,部长级别的就过了一手指数,两个部长之间还动过手,只不过现在被调走了,公司的客户也对杨部长表达过爱意,最具有代表性的是,咱们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,就是为了追求杨姐才试探着和咱们公司合作的。 对方在她的公司,好像还有股份,钻石单身王老五,很帅,比杨姐大几岁,那结果呢? 众人都很好奇,齐声问道,万方耸耸间,轻声道,据说是杨姐,说她不想给北北找后爸,事情就这么结束了,在这个王老五之后,还有一个小海归,富二代,一天早中晚三次的送花,每次都是九十九,情人节的时候送了九百九十九, 咱们的杨部长在大庭广众下说自己有孩子,那个富二代当时很失落,第二天早上拿着户口本和房产证来了,他就一个条件,小北北随他的姓,比对待亲闺女还亲,结果不了了之。 众人相互对视,杨姐这魅力,最后几人的心里出现了四个字,理应如此,这时候小杨家叹了口气,轻声道, 我姐当时对那个小哥哥也很喜欢,两人尝试交往,最紧密的接触也不过是拉拉手,但后来对方的父母不同意,我姐也洒脱,拉黑所有联系方式,带着小北北去住了两个月公司宿舍,愣是没露面,后来也遇到了一次,那次小北北放学, 我姐让我去接,我睡过了时间没去,后来天都黑了我才想起来,我和我姐疯了一样去接小北北,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小哥哥给小北北撑着伞蹲在幼儿园的门外。 说到此,小杨家叹了口气,揉了揉眼睛咧嘴笑道,幼儿园不让他带走小北北,他还怕小北北哭,怕小孩子心里落了阴影,就蹲在外面等着,一把伞都给了这个小拖油瓶, 等我姐去的时候抱着小北北安慰,他一句话都没说,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姐,什么都没问,什么消失啊,什么埋怨啊,一句都没说,只是说了小北北饿了,想吃汉堡包。 话落寒谦紧接道,这个我知道,小北北最喜欢全家童。 小杨家点了点头,这一次笑的时候眼睛里带着眼泪。 当时我和小北北坐在肯德基,我姐和她在窗外,我记得她跪在我姐的身前,一个耳光接着一个耳光地抽着自己的脸,嘴里只有对不起三个字,我姐站在原地哭,她跪着哭,事后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几人纷纷感叹,或许杨岚真的喜欢这个人,她也做到了值得杨岚去喜欢,一个没结过婚的男孩子瞒着拿着户口本和房产证来找杨岚,这需要多大的勇气,在雨中陪着北北等杨岚,这又需要多少的耐心。 不去怪罪杨岚的消失,把所有错都拦在自己的肩膀上,她才多大。 就算杨姐没说,韩谦心里也有感觉,和她又能差几岁。 或许杨岚封闭了自己的感情和这个小伙子也有一定的原因,她不愿意让悲剧发生第二次,更不会让小北北的世界里出现过多的男人,这是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 韩谦叹了口气,低着头大口吃面,一边吃一边含糊道。 一会你们告诉杨姐,不用担心综合部的策划,我已经准备好了,明天早上交给刘傅,到时候你们就说是综合部的共同努力就可以了。 杨姐的感情是我没办法插手,但是这工作,我觉得我还真可以,哎。 对了,小杨家,燕总有追求者吗? 提起燕总,众人的眼睛亮了,小杨家眼角微微抽搐,尴尬道。 以前,还真有几个,但看到燕总是拎着棒球棍去赴约的,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 众人吸了一口冷气,一直未曾开口的苏亮开口道。 恰,自求多福。 滚蛋,综合部的事情是综合部的,你手里的事情继续做,忙不过来就让深山过来帮忙。 嗯,万万啊。 不等韩谦说下一句,万方起身就走,怒道。 别喊我,没好事,给我按个膜呗。 综合部,杨岚打开手机看着里面的一条短信。 蓝,我要结婚了。 放下手机,杨岚低下了头。 或许,或许没有结果的,才是让人最怀念的。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